早安,我是蕭樂文 有关于行政会议,昨天通过2024年社会工作者注册修订条例草案 草案会在星期五刊献,下个星期三,即22号,提交到立法会首读和易读 明天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有特别会议讨论 今次草案有五个建议,其中包括会改造社工注册局的成员组成 建议成员由15人,8个民选6个是特首委任,再加一个是社署处长或代表 增加到27人,27人内都是8个是由选举产生的 17个是由特首委任,另一个是社署处长或代表 还会加一个公职人员的成员 由特首委任的成员,即是由6个增加到17个 有报道都比较到民选成员的比例,人数虽然一样 但比例来说会缩小了 另外还有什么不同了呢?今次收例的重点呢? 包括要求所有的注册局成员宣誓 如果拒绝或忽略誓言或劳工及福利局长信纳 该人非真心或真诚宣誓的话 都不可以担任或继续担任成员 详细的情况,我们请你一位嘉宾和人谈谈 电话旁边就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早晨 早晨,小罗文 早晨,今次的收例,五个建议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扩大注册局的成员数目 希望推动更加广泛和均衡参与 这是其中一个重点 但整体来说,今次的收例背景有什么考虑?目的是什么? 整个背景都正如我早日在报章都有提到 就是针对现在的社工注册局的一些短板不足之处 大家都看到现在的社工注册局 就严重偏离了条例的精神 他做的行径和决定 大家都看到没有顾到公众利益 也都损害了社工专业和公信力 所以今次我们看的五个改革的建议 都是针对我们看到的短板问题而提出的 先说比例 现在由原本15个人到27个成员 民选由选举散生出来的 人数都是一样的 不过特首委任那一部分人就多了 原本6个去到17个 为什么会有这个增幅呢? 比例又如何定? 其实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委员人数现在15人加到27人 是增加了的 但是有几个重点仍然存在 第一是社工仍然像现在那样是占多数的 现在最少有8个社工 将来最少有14个社工 这是我们觉得重要的 这个是社工注册局 所以社工占多数我觉得是合适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引入多些不同的 多元均衡的参与和声音 比如社工是否只是用选举一个办法 是否可以通过委任找一些知名的教授 大家都尊重的社福界的领袖 可以给予更多的意见 人数多了有一个原因就是 现在社工注册局在专业发展方面是相当停顿的 但是今次的修例我们有要求的 就是它要自己做一个持续进修的框架 做一个专业的持续进修框架 是牵涉很多人力物力的投放的 所以多了人做事的话是可以帮到手 刚才也说了比例 你提到有一个特点就是社工那里 由原本是8个到至少14个 但是为什么会是由特首委任的比例 带来这些人是这么多的呢 因为今次特首委任的比例 由6个成员到17个 如果这么说你由社工那里增加 也可以由民选的部分增加 为什么不是在民选那里增加 而是在委任那里增加呢 关键点是参与均衡和多元 大家都看得到的 比如说选举是一个办法 但其实它只不过是社工界别选举 但是社工计划局的对象 不只是社工 其实它面对的都是面对大众的 有受助人 有很多市民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其实有一个社工自己选出来 这是一个途径 但这个不应该是唯一的途径 有其他途径可以引进其他 比如说更加有名望的社工 他是大学教授 他对社工界别 就长期受到大家尊重 如果找到这些多元声音一起参与 那对于整个社工专业的发展 和社工注册局 都是有好处的 很强调的多元化 看到局长也提到均衡、均衡、平衡 以及从数字上委任的数字去到17人 而选举产生的是维持8人 这个是否在数字上也叫做均衡和平衡 我觉得也是一个取得合理的平衡 你看到今次的做法 一是仍然维持社工是佔多数的 这个我们觉得是合适的 但另一方面 确是大家看到 现在的社工注册局的问题 出在哪里呢 就是单声道 就是低一个声道 如果你有更多的参与 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多声道的效果 不如直接说 民选 叫做原本的制度 民选的成员出来 那个数目叫做过半数 最直接的问题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 比如现在 譬如在我们 我也指出 譬如我们也看到 现在社工申请或者续牌 那里有些很明显的个案 是公众人士提 一般人提 都觉得是偏离了的 譬如有人是犯了藏毒 照给他们逐期过的 不是不行 但是你没理由是 在整个社工注册局 有很多人很强烈的意见 大家觉得这么大的担忧 你又给他过 有些人犯了毒涉罪 藐视法庭罪 也都照过 你看到我们的担忧 是否因为有些人 纯粹是回应自己的界别选民 就是社工的选民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社工 例如股级受助人 社会大众 他们都很关心 是否大家要更加平衡一些 我们纯粹出于这个 为了维护整个注册局的公信力 为了维护整个专业的专业化的公信力 一定要将它的组成 变得更多元化 回应不同人的意见 包括社工注册局主席 吴瑞平 都有回复传媒 提到注册局的组成 他们就关注是否能够专业自主 强调由选机产生的社工成员 能够反映业界对专业的取向 新方案之下 社工虽然是佔较高的比例 但不少都是政府委任 他们都说暂时看不到 新的组成比现在好 担心日后的决定 都是倾向某部分的意见 怎样看这个角度 现在的组成是明显有问题的 第一大家看到 他批的逐期个案 有些是明显犯了一些严重罪行 平衡网我说了 有些是犯犯毒 照样给他做社工 这个我们觉得是担忧 究竟他的判断 这个当然是社工注册局的判断 但这个判断 大家觉得是否合适 这是一点 另外大家都看到 社工是一个专业 其实和其他专业 譬如会计师 医疗专业 或者是法律专业 人家全部都有持续进修的安排 但是社工注册局 这一任的社工注册局 不单止不搞持续进修 连一个自愿的持续进修平台 都自己取消了 这个对于整个社工专业发展 是没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引入更多多元化 包括有教授 有社工界的领袖 大家广受尊重的人物 我们希望除了处理国安处 更加符合公众期望以外 就是在社工的专业发展方面 真的要加把劲 因为社工是不断变成 我们很希望 我们的社工专业 可以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去走 持续进修 以及涉及到严重进行的 我们稍后说 但是有没有留意到 他们对于专业事主的关注 其实现在我们改造之后 仍然是社工为主 我们也是秉持着这个原则 因为这个是说社工注册 社工的纪律零顺 社工的专业发展 社工占多数我们觉得是合适的 但是社工的来源 你没理由只是来自一个来源 找出来 多些来源找出来 是不是效果更加好 更加可以吸纳业界不同的声音 咨询方面他们也关注 觉得今次修订建议 没有咨询业界或者注册 就认为太闯处了 这个过程 而且他们也很失望 我们看到一个逼切成 这届政府都是有为的 要有担当的 也都是要履行一个行政主导 我们看到现在的社工注册局 它是有很多短板 很多问题 是要糾正处理的 所以我们都是对点 对着每一个问题 提出了政府的改革方案 希望完善到他们的管制 但他们这些问题 照你不是突然间出现的 为什么不长时间 或者早些 既是做这些修订 同时都吸纳他们 或者咨询他们的意见 我想又不以来都差不多两年 其实我们一路 第一 又出信给他们 我们修订了附件议 很明确要求 社工注册局要跟进 因为那是牵涉国家安全 要求他们定立机制 也都其实 坦白说 我们都在过去差不多两年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 都尽可能给社工注册局 希望他们走上一个 比较静贵的路 但实在都 都看不到他们任何改善空间 所以我们觉得 都是实在有迫切性 而且换届在职 他们快要换届 所以是有迫切性 是要做功夫 令到整个社工注册局 可以重回静贵 完成它的管治 除了说到社工注册局 成员的组成 今次都说要求 所有注册局成员宣誓 提到如果拒绝 或者忽略誓言 或者劳工的福利局局长 信任个人非真心 或者不是真诚宣誓 都不能担任 或者继续担任成员 主要今次提及 这个修订的目的是什么呢 社工注册局 它是一个法定机构 它行使的是公权力 什么公权力呢 就是包括 我们现在有二万七个 左右的社工 每年的注册 它们的纪律的处分 它们的专业法治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权力 所以要求社工注册局的成员 去宣誓 都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宣誓 应该其实没有难度 宣誓只是两个要求 或者一宣誓是拥护基本法 二就是宣誓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任何一个香港人 这是应有之举 我想不是关注那个难度 而是关注那个准则 究竟是怎样呢 怎样看那个人是否真心 或者是真诚宣誓呢 因为我看到你们都说要局长信纳 其实是看什么 那个界线是怎样定的 这个其实也是参照 现有一些法例的 譬如我们的乡家屋选举 都是这样的 就是父权与相关当局 就是要有宣誓的话 那也有个人要做一个断定 是不是他是真心 还是真诚 但是我们的安排都不复杂的 其实是一个表来的 我们在法例下面 他父表三 有一个表格 他按规定签回来就可以了 那签了 那就表示他是拥护基本法 以及效忠 香港特别行政区 那就行了 只不过有一个叫最后 如果有很明确的讯息显示 很明确的证据显示 某人他真的不是真心 不是真诚 的话 总要有人去把关 做最后 很明确的讯息 包括他可能在网上的言论 或者言行 具体会看他些什么 是否叫真诚 或者是真心 还有没有上诉机制 这个人 这个不能这么笼统去说 其实真的要看到时的具体事实 但实际上你看看 其实没有难度 其实只是按一个表格 签回来 就确认 他自己宣誓 我拥护基本法 以及效忠 在我特别行政区 这样就可以了 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 有没有上诉机制 这个没有 这个是由局长 根据法例 要是一个判断 OK 另外今次修例 还有一点 就是提出一个新机制 呼权给注册局 指示注册主任 将干犯严重罪行的社工 迅速注销注册 当中说如果有社工 被裁定干犯 医学国安 谋杀 若疑等等 副表义中 所列的罪行 就是要永久除牌 这个和现时做法有什么分别 其实现在都有 现在这个法例都说了 譬如犯了谋杀 一些性罪行 若疑 后面我们加了 国家安全的话 都是要永久除牌 但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 社工的注册 是每一元续牌的词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有个社工 刚刚完成了续期 但他就干犯了 很严重的罪行 譬如他干犯了谋杀案 但是要等到他下一次续期 要等到差不多11个多月 你才可以脱到他的牌 这个不理想 现在法例不清楚 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希望 来到更加清楚 如果有社工 现在已经要脱牌 干犯了这么严重的罪行 就不要再等了 不要等到他续期才做 因为立即要脱牌 迅速 就是立即 由一个判决之后立即就做 就是由这个 注册局 迅速要决定 是否要脱牌 预期多久 现在不行 他们注册局 尽快要完成这个程序 因为一年就很久 你们希望多久 也应该有个目标 尽快 尽快 这些这么严重的罪行 应该尽快 但到底可以快到多少 这是注册局 这是我们付权给他 现在他没有这个权 现在不清不楚 没有这个权 将来就很清楚 这些这么严重的罪行 他有这个权 应该立即迅速处理它 另外局长之前也提到 有些严重罪行干犯的社工 仍然是获得续牌等等 包括干犯的暴动罪 也有续牌 其实有多少这些数字 我讲暴动罪 有多少 这个我不会得知的 这个是人民注册局 因为我见你们有个数字 我们见到 其实都是从报纸传媒 大家去做到比 有些我们见到 但是具体的 这个人民注册局 因为这个注册局的 具体法律复权 他们做的功夫 我想指出的 就是有很多不足之处 有违去维护公正利益 这方面的考量 因为我见有个数字 就说过去两年 十几宗一些干犯了 严重罪行 譬如藏毒、犯毒等等 都是有这样的申请人 刚才你也提到 这些去谋杀 其实我想知道 有多少是这些 去到这么严重的数字 都是获得续牌 有没有了解过 注册局的理据是什么 这些要问注册局 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去搜集 我们初步去看 现在见得到 但是我说严重的 不是说谋杀那些 当然它不能做社工 有些罪行 它不是属于附件义的 它不是属于性罪行 谋杀 若疑 或者危害国家安全 但是 都是严重的 那个罪行 有机会令社工专业 那些罪行的性罪行 但是究竟是否 这是由注册局去判断 我提出的质疑 就是它的判断究竟 是否除了好的平衡 是否偏了 例如我们看到有些是犯了藏毒 贩毒 就是泛民毒品 藏藏有毒品 你是不是应该给它过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只是觉得它偏了 有些是盗洩 有些是犯了妙视法庭罪 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担忧的地方 OK 最后说起来 因为都说负权社工专策局 可以有一个持续进修的要求 其实最主要是关注什么 为什么有这样的修订 这个关乎它专业发展 我们就看到社工专策局 现在连自己一个自愿的 专业发展的平台都不做 这个我们觉得很担忧 因为社工专业和其他专业一样 一定要持续去进修 世界是不断地变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负权 通过受例 受例负权社工专策局 是可以搞持续的专业进修 要求它这样做 但是具体怎样做 什么时候做得好 这个是注册局的工作 我们希望现在扩大了注册局的成员 社工专业战多数 在这方面 它可以在长远做好功夫 打好基础 不如具体说 哪些持续进修的要求 社工现在未必符合到 你们想是应该要做多些 它现在没有 它们根本基本上没有这件事 我们提出就是 它要有负权去做这个 自己去做这个框架 例如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做一个 强制举报约业的草案 里面有很多培训 教大家怎样做 社工是其中一个 知名人士 是要受到管制 要做强制举报约业 但现在的法例下 它读不读 是纯粹个人决定的 将来如果 如果社工专策局 改造之后 法例修订之后 他们自己制定了持续进修的要求 社工就要在这方面进修 要知道更多知识 这个对社工发展是好事 对社会也是好事 好 谢谢局长 今天跟你谈到这里 刚刚谈过是 勞工及福利局局局长 孙玉咸 说到2024年社会工作者 注册修订条例草案 刚才包括提到一些不同的重点 包括改组注册局成员的组成 请两位嘉宾一起谈谈 社工注册局主席 吴蕊明 早晨 早晨 怎样看今次的方案 其中提到成员的组成方案 你的意见是怎样的 在成员组成上 当然我们一向都同意 注册局应该可以改善 但在现在的新的组成方案 我看不到一个是有利 对社会大众 对社工专业等等的一个发展 因为大家如果做过一个 社会调查研究的一些 相关认识的人士都知道 如果一些样本 并非是一个整传的样本 而是一些有偏差的样本 其实做出来的结果 往往是反映不到事实的增长 即是怎样的 什麽意思 那意思就是 正正就是 当现在政府去委定的时候 其实背后带着些什麽的 这些角度理念去委任 如果现在是一个民选 主要是一个民选去组成的话 那我们看到 正可以反映到社工 对上一个社工专业 究竟应该是一些什麽人去组成呢 去反映到他们的价值取向 文化 以至很多不同的知识能力等等 这个才可以代表到专业 但是局长提过几个点 包括就是社工注册局 不是为社工而设的 不是只是 亦都要顾及服务对象 那今次修例就是要更加多元均衡 还有他都说到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组成 但是这个组成 怎样是一个理想的呢 应该是有个充分的讨论之心 交给社会的人士 当然是和社工是可以去讨论的 但今次就算变化之后 其实27名的成员 增加到 都有至少14名是注册社工的 这个有多少名呢 这个就是计局长再看 但是有社工 正如我刚才说 如果是一个偏差的样本的话 根本是否可以反映到社工整体的意见 就是简单来说 你觉得委任就是会有那个偏差当中 那这个就要和局长大家坐下去 真的大家讨论 怎样去做 才是一个可以反映到整体社工专业的立场呢 我们稍后再来再讨论 时间差不多 谢谢吳玉明 稍后再来再讨论 吳玉明是社工注册局主席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 行政会议就昨天通过2024年社会工作者注册修订条例草案 刚才就说这一样 其中一个草案提出的建议就是改造注册局的成员组成 由15个人增加到27个人 当中特首委任的成员的人数 就由6个人增加到17个人 另外也是涉及到所有的成员要宣誓等等 1872311继续和吳玉明谈谈 吳玉明是谁呢 就是社工注册局主席 继续和他谈谈 早晨 早晨 你们都关注到专业自主在今次组成当中会不会受到影响 可否说一下影响是什么呢 还有现在其实在27个成员如果改造好之后 27个成员仍然有至少14个人社工 那影不影响专业自主呢 其实我想上任的局长罗浙江博士都提过 一个专业全体的组成应该以专业人士为主要 那现在当然了 虽然权益局就提回 不好意思 局长就提了 这个是说有主要是将来社工组成 但刚才我也提回 那个组成的部分 怎样是一个合理的产生呢 才可以反映到这个专业的位置 或者他们的重视的价值取向 就是原则等等 这个就是一个组成是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想另一件事我想先回应一下 刚才局长刚刚有在访问上面 其实我们一直提及局长很多误解 比如他提到有些贩毒、藏毒、严重罪行的人士 是被处策局通过了 成为处策社工 单体这件事是真的 而这件事过往由处策局成立到 今次我们日面都会每一个申请的个案去考虑 即使对方是有这个案底 那我们也会去看的 因为有些人年轻的时候 他曾经犯过事 但是经过他的社会工作的训练 那么多年之后 他也有所反思之后改变 所以我们会去考虑这些情况 正如十大青年 其实也有一些过往 所谓的藏毒、贩毒这些人 是不是大家社会上 不给了机会去改过自身 其实在这些地方会作出一些考虑 这一点我也想问一问 你说的是过往青少年期间 或者很久远的情况有个案底 而不是他成为了社工之后 有这些的犯案而去续牌 是不是这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我见局长也有举个例 说有社工曾经干犯暴动罪 但是照续牌 是不是有这样的做法 我们会逐个逐个个案去看 所以我们一定会考虑不同的因素 看看他去到现在 究竟他有没有足够的改善 然后可以作为一个称职的社工 其实我想都最近在处则公里面 我们曾经有15个成员 是一致同意犯了一些 你刚才提及的 或者局长所提及的那些罪行 是被他成为了续牌 其实这个是所有 无论民选 或者是这个委任的成员 都会有这个的 是一致同意 就算是刚才我提到暴动罪也有 是不是 干犯暴动罪 暴动罪也有 我们都会去考虑 他所犯的是什么情况 OK 说回这次的修订 除了这个组成之外 另外也要求 那些注册局的成员要宣誓 这个做法是否都合理 我自己就看了 作为一个专业的团体 其实宣誓是否有这个必要呢 当然我相信大家都是 对香港的政府 以至中国的政府 都是大家觉得 应该是一个掌权的地方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团体 是否需要加上这些政治因素呢 比如说立法会 或者其他一些政治的团体 要由这些这样的 所谓宣誓效忠的 我理解的 但是作为一个专业团体 是否需要加上这种这样的方式呢 另外就是说 有一个新机制 富权美注册局 指示注册主任 将一些干犯严重罪的社工 迅速去注销去注册的 你觉得 跟现在的分别有多大呢 其实现在都一定有机制去处理这一件事 但是也正正我们是跟随法例去做我们的工作 这个就不是注册局本身的一些问题 是在一个条例上面 是怎样去处理这些 即逐期申请 或者干犯了严重条例上面的日子 那我们是跟随现在现有的法例要求 所以正正也都 就是局长提过 就是在个专业上面要修例 那其实我们也觉得是好事 因为过往我还没做注册局的时候 都曾经跟以前的注册局 有时谈过这个范图 但是当时也都回复我们 就是正正在一个条例上面 是没有 是完全是没有 写过注册局 是有这种 专业发展的职能 所以当注册局其实是不可以 是所谓正面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而取消这个平台 其实纯粹过往只是一个 宣传 网上宣传平台 就给不同的团体 是带回一些资料上来 就不是我 就是一个真是有利 专业发展 现在过往是 因为十几年前 是有很多资讯 不是那么流通 社工不是那么掌握 所以我们觉得 都需要做这个平台 但是到今时今日 科技这么发展 已经没有需要 在一个这样的平台 去给社工知道这方面的资料 因为大家其实可以找到 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这些不同的一些 全体摆招上来 其实悬测局 是对它的质素 需要有所 真的一定要知道 但是平台本身是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监管 不同的全体的能力 所以在这些考虑之下 才取消了那个平台 就不是取消了一个 专业发展在这方面的取向 OK 跟吴余明聊到这里 我也知道要讲时间 吴余明就是社工注册局主席 欢迎大家打来 172311 有关于今次这个 条例草案的修订 就是社工注册局注册 这个草案 就会在今个星期五刊宪 下个星期三 就交到立法会首读和二读 172311 休息一会儿 不少听障人士很关心社会时事 不过又有多少时事节目 关心听障人士的需要 1980年开播的《时事乘录》 已经配有首要翻译 透过节目 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 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 以及国际焦点大致 陪伴大家超过四十年 时事乘录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当你发现你的手手脚脚有水肿的时候 是否代表你的肾有毛病呢 有没有听过益生菌 既然是菌 为什么又会有益 我是刘泽星 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何继良 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李国共 家庭医生 我是麦永哲医生 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是陈家亮 是一个腸胃兼观众科的专科医生 精灵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步直播 早前在葵方邨 发生了一宗伦常命案 涉及到照顾者 以及被他照顾的成年智障人士 根据报道所说 涉及到一个单亲的妈妈 最近患了心脏病 担心无法照顾中度智障的儿子 可能会酿成今次的事件 暂时的案件列为自杀及谋杀处理 涉及59岁的妈妈 和32岁的智障的儿子 看到有不同的意见 今次都关注这些事件 包括严重智障人士 包括家长协会前主席李之勇 提到 那些子女都成年 体型亦大 气力亦大 要照顾得更加紧密 贴心的话 对家长来说 有些比较大的负担 也不建议家长和照顾者 在觉得压力霸煲的时候 才开始求助 有需要那时 应该尽量先找不同的支援 和多些找同路人去讨论 提到这些意见 都关注到一些成年的智障人士 他们照顾他人士的一些压力 无论精神上面 和体力上面 另外他也提到 政府上年9月底 推出了照顾者支援专线 182、183 可以即时配对一些社区服务 和转介等等 亦为紧急的个案提供外展服务 有没有留意 182、183都说了好多时间 有没有留意 照顾者支援专线整个效果 推出如何 是否真的支援到一些照顾者 或者支援到多少 有没有你自己可能都是作为照顾者 见到这些个案 或者你自己有没有经验 都可以说一下 172、211 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 社联家庭及社区服务总主任王和平 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先说今次这个事件 在葵方邨 涉及到单亲妈妈 亦涉及到智障人士 即是一名智障人士 妈妈就担心自己的身体情况 亦都担心照顾不了三十多岁的 这个中度智障的儿子 怎样看今次这个事件 我自己 我估计一个照顾者 事实上真的压力很大 我估计有时候 尤其是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 很多时候 那些照顾者 都会把一些照顾压 都会揽上身 有时候可能他自己都未必会意识到 或者想到 其实有些情况 其实可以找人帮忙 一起谈 但是另一方面 事实上 香港现在的服务 社区服务 基本上都是以 那个被照顾者为主 少一点会想到 那个照顾者的需要 包括是他自己的一些 情绪的支援 另外就是 怎样跟他构施 其实整个所谓 服务的配合 就是我们叫做 care plan 是怎样做的 这类东西 我相对现在香港 是一个很起步阶段 所以我看到 今次这个案子 其实如果香港 有这类的服务 提供给他 我相信 其实可能可以 在早些阶段帮到他 简单说 现在对这些 智障人士的照顾者 在社会上 有什么支援的计划 或支援的资源 现在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 可以再做得更好 我们其实觉得 其中一样可以做 就是一种叫做 以家庭为本的 一个个案经理服务 正如刚才所说 现在的一些个案 现在是有个案服务 但多些就是 以那个被照顾者 如果用一个智障人士 为例子 可能以智障人士 本身去想想 有些什么服务 可以给他 但少些 其实是会 从照顾者的角度 和被照顾者 本身一起去谈 其实有办法 如何做 因为很多时候 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那个被照顾者 或者一个照顾者 其实很多时候 实际上背后 现在 譬如在葵宗 那个位置 好像变成了一个人 但是很多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 即是你说过妈妈 还是说过 是的 但其实很多时候 事实上 背后 她那个 一个照顾的个案 其实她真的有整个家庭 不同的家庭成员 事实上 有机会 可以担当到不同的角色 但是 现在事实上 就很少 会有一个个案 服务 是会从一种 这样的角度 就是想想想 其实 妈妈可能可以担当 某个角色 虽然这次的例子 適合去担当家庭 可能某一个亲戚 可以担当某个角色 有些人 可能其实 他就算 不可以提供照顾的 帮手的 可能有些金钱上 可以支援的 很少会从这样的角度 去帮整个家庭 去做一个planning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 现在始终 因为很多时候 一些支援照顾的服务 其实相对可能 是有很多不同的服务使用者提供的 也都比较少会有一个服务 可以去谈到 就是帮这个照顾者 安排 譬如今天 可能有一些 不知道什么人 就帮手上本 可能去监托的 明天可能有第二个服务 可能可以帮手 跟那个照顾者 做到一些情绪的舒缓的 比较少会 从一个这样的整合的方法 去帮他们构思 究竟在不同的服务 提供者里面 怎样可以全面 帮那个照顾者 和被照顾者 去有个整合的安排 现在我觉得如果有个 这样的个案经理 可以帮他做一些 这样的planning 我觉得是会很帮到手的 你觉得做不到 你刚才提到的这一步 或者这个阶段 是以被照顾者为个中心 所以我估计要将这个 就是个案的管理的服务 其实将个照顾者 纳入去 甚至是整个照顾者 因为照顾者 可能不是一个人 可能是一个家庭 纳入去做一个个案管理的设计 我估计这个 对于香港的社会服务设计 都是一个比较新的做法 其实就算有这些配套 其实是不是都很关乎 当事人是否求助 就算不求助 现在要识别出一些 有需要的照顾者 那个工具 或者那个方法 你自己又觉得够不够 我觉得其实事实上 你都说得很好 现在我们看到 所谓很多叫隐蔽照顾者 就像一开始所说 我估计华人社会 传统文化多时都会觉得 照顾就是自己的责任 甚至照顾子女 照顾父母 很多时事实上 真的会把责任握上身 未必肯放手出去 给其他人照顾 我估计这件事 所以怎样可以在社区里面 识别到这些隐蔽的照顾者 和鼓励到他们寻求帮助 这个是重要的 我们其实经常有一个概念 就是叫做 照顾者关怀友善社区 一个compassionate community的概念 就是希望怎样在整个社区 包括义工 就是论社 一些楼长计划 现在比如说关外队 或者甚至是 比如一些 比如楼下的柴山厅 或者是屋邨的保安 其实都可以帮忙去识别到这些照顾者 然后本身可以有些训练 给这些这样的移工 或者附近的人 令到他们知道 可以怎样帮到他 或者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也都知道可以怎样去转介 他们识别到的人 去一些社会服务里面 但是这个你就说了一个社区的网络 的形式多一点 是 因为我见到有些议员 就提到 我不知道是否都是耳鸽同工 他就说 是否可以整理一些高危 照顾者的明察 按风险去分类一些个案 去再提供一些合适服务 这个是不是都可以做 或者这个是不是 你们的建议里面 或者你们的想法里面 有没有想过这个 或者有可不可行 我们都想过 如果譬如有一些叫做 照顾者的登记制度 或者譬如 外国譬如 事实上的社会都是 有些叫做照顾者症 那样的好像 当他识别了照顾者 本身可能就是 都会有个登记制度登记了他 那譬如 第一就是可能在社区上面 一些的不同的服务单位 就都知道哪里 其实有个照顾者 第二就是 譬如 当他去使用某些服务的时候 可能其实就要很快 可以识别到 其实 原来这个人 是有个人 是被他照顾的 或者反过来 被照顾者 开了服务的时候 也都会很快 识别到 他的照顾者 原来是哪个人 起码就 譬如有一些情况 就是 举例如 这个照顾者 去看医生 我发觉原来他有一个很严重的病 我需要立刻入医院 可能 这个认证 这个系统 已经可以立刻令到医院 就知道原来他家里 还有一些人 是要被照顾的 所以就可以立刻 和他安排 相关的服务 但就着这次事件 涉及到成年的智障人士 和一些照顾者 关注到他们的负担 精神上 和身体上的压力等等 172311 172311 会不会你自己 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 或意见可以分享 针对照顾者 其实现在都有不同的 政府推出的 一些和照顾者 支援相关的措施 好像近年都特别多 尤其是 经常都听到24小时的 照顾者的专线 有一些专业的社工厅 都可以为一些照顾者 有些资讯 转介 配对等等 这些服务 又够不够呢 或者你觉得 除了出一条专线之外 还有什么 比如有些很紧急的 照顾者 可能在精神上 或者一些实际需要 需要有人去顶一顶 帮忙去照顾 那个被照顾的人士 现在这方面的支援 是否足够呢 好 第一件事 有这个照顾者的专线 真的是得证 因为之前一直都说 就是照顾者其中一个 他们最大的困难 就是现在事实上 很多不同种服务 很多不同种类服务 这个专线实际上 真的帮到他们 第一 有一些很紧急的情绪支援 可以打去 有人帮他 第二就是 就是帮他们 可以找到一些 他们需要的服务 当然现在事实上 找了服务之后 其实到真的要去 申请服务 其实可能 照顾者都要走很多转 这件事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个障碍来的 这个第一件事 第二 第二 始终因为 这个热线 首先第一 我觉得真的是帮助的 第二件事 就是这个热线 始终它多些是提供资讯 以及提供即时的支援 但提供资讯的前提 但是现在事实上 在某一些种类的服务 我觉得始终的缺口 都是大的 我估计其中一件事 就是大家经常说 一些紧急的照顾服务 即所谓的赞托服务 我们觉得特别其中有一件事 可以帮到手 就是所谓一些 上满的赞托服务 我们叫做 home respect service 那就是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照顾者 真的有一个很紧急需要 他需要 有人帮他看着 小朋友 可能几个小时 等他要做 处理 他一些 他急需处理的 那现在事实上 一些如果 资助服务 很多时候 相对都是要 之前要申请 可能几天申请 要排队 之类之类 事实上 要让他很灵活 很紧急 去这样暂托 有时候事实上 都困难的 尤其是上满暂托 那我们经常想 就是如果 有一些好像 社区保姆 那样 其实社区里面 已经训练了很多 已经合资格的 一些 可以帮手做照顾的人 可能他有需要 可能打个电话 或者是 去网站 好像叫Uber 那样 然后就可以叫他上来 如果有多些 一些这样的类型 现在都有的 但事实上 就相对是 一些很少的上满 现在的量 小成点 其实多些 都是一些 个别智能机构 或者一些 个别的 有些基金资助的服务 他就可以 很零散地去提供 多些 你当是一些 试点计划 现在是 其实要做到这个 是不是都有难度 你要照顾 那个人很熟悉 一些被照顾人士 或者自助人士 整个集成 又不是 可能是一个 软射的环境 是他自己本身住的家 其实对于提供 照顾服务的人 都是难的 这个事实上是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在培训上 是很需要的 我们都觉得 其实可不可以有一些 认证的培训系统 就让整个社会都知道 其实上来提供服务的人 基本上都会接受 某一种类型的一些培训 还有可能那些东西可以 将它变成一些 所谓的 模组化的 就是可能 有个点心指 如果这个朋友 其实可能他有 一个扶普需要的 或者需要一些 专业的 要聘用上来 要一些专业的培训 可能就是读了 ABC这个 course 他就会得到 基本上就是 如果可以 对于这些不同的 跟照顾相关的部分 都有一个 比较统一的 标准的一个认定 然后 那个照顾者 其实如果当他要 选择一些不同的服务的时候 他知道 这个人上来 其实他可以提供到 这几个类型的服务 他在这几个类型的服务 都接受培训 我猜这个 都对于 那个照顾者 用这些服务的 信心又会大一点 另外大家都关注 例如照顾者 怎样可以有机会 可能有些喘息的时间 除了刚才说的赞托 另一个就是可能 那个被试图者 或一些智障人士 那些宿舍服务 不过现在 就经常说宿舍服务要 很久 排好多个月 以不知多少年计 你自己觉得 如何加快这件事 政府其实之前 19年至20年的 财政预算案 其实是说 摆200亿 可以是买一些福利设施 当然 之前都公布过的进度 可能用了一亿多 那时候是2023年3月 也都说买了几个物业 你觉得 是否可以放多些资源 在买一些物业 去直接令到硬件上 多一些宿舍呢 我估计宿舍的位置不够呢 这个事实上 都真的说了很久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都大的瓶颈来的 尤其是譬如 一些残疾院舍 有些智障院舍 其实那个轮后时间 可能在说 十年计去到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真是不理想的 我自己觉得 其实政府都看到这个问题 因为坦白说这个问题都很明显的 但我估计要增加宿舍 坦白说 我都觉得难度 这个相对是一个 都是大 我估计资源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刚才你所说 就是土地 怎样可以找到一个厨所 帮他们建造这些软石 我觉得事实上 这些都是土地问题 现在事实上 我估计政府有一件事 都是之前有做过的 就是在一些新批的地里面 都要留在一些地方 去解决问题 可能都是 如何是现有的资源里面 可以灵活地 去帮到那些 现在真的在社区里面 或者是在批准的照顾者 可以解决到一些很紧急的需要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行的 好 谢谢黄和平 多谢你和你谈到这个 谢谢你 拜拜 好 黄和平就是社联 家庭及社区服务总主任 由今次单亲妈妈 照顾智障三十多岁的儿子 引发到的这个 现在就是谋杀 或是谋杀及自杀案 去处理的 亦都关注到照顾者的 如何识别 或者他们的压力支援方面 10723-1